HELLO, 上次去了五銅寨瀑布 分別去了井底瀑、中瀑、主瀑和散發瀑 而今次會在散發瀑那邊繼續延續下去 回上大帽山, 然後在車路下去 如果想看多點瀑布, 就可以參考上一條影片 好了, 這條就是今天的路線 在散發瀑後面, 就有條路繼續上 之後會一路上大帽山, 所以最好還是休息才繼續走 比起瀑布那邊, 路就會闊一點 原來都是草、樹 在上到高柱之前, 都不太看到風景 如果可以遠復步, 再去大帽山, 路程都不算短 尤其要走很多體級上山, 還有大帽山路到車 所以記得帶多點水 經過一片細小的竹林 前面有一條分叉路 向前走, 到起點那邊的林錦公路 不過不會經瀑布 我們又轉左上大帽山 之後就是不停上山的路 不過不是連續上大帽山, 所以不算太辛苦 在郊野公園的範圍很舒服、很自然 在郊野公園的範圍很舒服、很自然 可能多數人都在遊客重心那邊上大帽山 這邊很少人 在郊野公園中, 越來越少了, 樹林 越接近沙堤, 越來越少了, 樹林和開藥 越接近沙堤, 越來越少了, 樹林和開藥 離開了叢林,上到來就很廣闊 前面就是四方亭,可以休息一下 而且這裡還有其他路線選擇 今天我會去雷達站那邊,再去車路狼 在全錦公路搭巴士走 一會就會走到這幾個波波那邊 還有另一條路在另一邊 可以去到懸狂窯方向,去大埔或者落成門水塘 不過都是路程遠的路線 這裡就是我們現在四方亭的位置 好,繼續向雷達站方向 大河山也有很多牛 有時都會見到他們到處吃草 這裡開始就會走回石屎路 不過就不算舒服,因為間中都會很邪 這裡開始就會走回石屎路 差不多日落,這邊都涼了和帶風了 這邊都涼了和帶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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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就是石崗機場 今天不算太晴朗,山下的景色都不太晴 但是從中開始走到這裡接近黃昏 不過景色都不太好看 現在好夜才日落,就只會在這裡自製日落 離開了 離開了雷達站,就開始下山 都是沿車路 在這裡下山景色很開陽,可以看得很遠 這邊也算是香港最高的山 所以在這裡看日出日落也不錯 如果上旁邊,就可以在全錦公路上 再沿路下去 落山路其實都很長,因為要在這裡下山 會彎彎曲曲的慢慢下去 不過這樣就可以慢慢欣賞一下風景 慢慢走 這個方向就是岸泉州大橋和貨櫃碼頭 這邊就是維多利亞港和香港島 如果能見到高夜景都應該挺漂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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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隊伍上去,已經很大步了 現在看上去已經有很大步了 現在看上去已經很大步了 到連停車場和觀景台附近 之後就沿車路回到遊客中心,這邊也有茶水亭,可以保錦一下 如果這邊上散就可以來到才買水 到全錦公路,這邊有五下一號巴士 可以到荃灣西田站或上川方向 這次就走到這裏,下次見,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